如何看漫画1100话情报之中表明的 德雷克曾是黄元的部下 所以说这个演技派 真正的影帝还得看黄元 德雷克算是黄元的学生了吧 如果这么看 凭借从师父那里学的高超演技 装成海贼 混进四皇凯多团 在消磨地的时候 黄元确实把德雷克给揍了 但是那是一场大将和超音星的对决 被揍的不只是德雷克 超音星的四大船长 霍金斯 阿普 德雷克 怪僧 全部在当场被秒杀 德雷克只是顺带一踢 当时被揍得最惨的骑士霍金斯 黄元当时这么做 演戏呗 德雷克也是 就跟清智和卡普在风潮倒一样 这帮海军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能拼演技 那德雷克作为哨子部队 历人部队的一个箭头人物 他是曾经黄元的部下一代被表明 那哨子部队的高层 就明显要存在一个大将级别的人物了 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他是 已经出走的清智 但是这么一看来 黄元看来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他是在职大将 他一出场就带一个窃听电话虫 装作不会用 他这一路的演技 已经受到我们的认可 除了赞同完那个愣子之外 如果德雷克是他的学生 他就是很适合教卧底的 所以德雷克和黄元 上下级关系的进一步揭晓 可能真的就表明 模棱两可正义的黄元 干的事情 绝对不是模棱两可那么简单的 他很可能是扫子部队 真正大将级别的高层 今天就会把交往打开 来 吃了 去啊 吃了 吃了 你看起来 吃 吃了